哈喽大家好,我们又见面了。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,坐飞机流程有哪些呢? 首先,我们需要先购买飞机票,可以在网上提前购买好。 这样在机场可以省掉购买机票的时间。 去机场一般来说都要提前两个小时左右。 如果是大的机场的话,要至少提前三四个小时到达机场。 因为国内的航班一般是在起飞前45分钟左右停止办理登机手续。 国际航班提前60分钟停止办理登机手续, 然后领取登机牌,进行初步安检。 安检通过后,前往直击柜台,办理直击和行李托运。 办理好行李托运后,会给你行李票。 这个千万不要弄丢啦! 托运行李完毕以后,就要进行安检手续的检查啦! 安检以后,就根据登机牌上的信息,找寻自己的登机口。 时间到了就可以开始登机了。 这时候坐在飞机上,等待起飞就好啦。 之后空姐们会给大家详细介绍乘坐飞机的注意事项。 您知道了吗? 下期再见!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